做国家的建设 那么民间是鼓励这个政府 实意上在减税 所谓发糖吃之下 也应该在合理的公平性 去做一些征税 这里就提到了 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个就是我们昨天没有通过的 所谓军公教减免 我们知道军人有11万人 那么现役军人有11万人 我们的公教22万人 33万人可以创造出 只要把他们的税收 减免的税收拿掉之后 我们可以多创造160亿的 多的税收 从这个角度来讲 的确是应该做 可是好像一直推不下去 另外还有证交税 我们是不是要恢复呢 可真也有它的必要 我想请教黄教授 你怎么看这两 类似这样的 可以由付 以前减少的 付付得证的这些税收 如何有机会让它通过 又什么时候你预期 它真的会有机会通过呢 像军教免税 这个议题吵了 快二三十年了 过不了 关键还是在于立法院这边 因为行政部门早就有共识 学界也是非常支持 以前反对最大的就是教育部跟国防部 经过这次付改会讨论的时候 他们也同意这些原则 比如说课多少就补多少 比如说国中小学老师将来恢复课征 所得税之后 政府就把增加的税收用来去改善国民教育 等等那些东西 所以基本上他对税收我一直讲 对财政来讲没什么帮助 因为他这边收多少那边就补多少 但是他对社会公平来讲 是很重要的一个交代 否则还是会让人家批评说 怎么他不交税 所以立法院我不懂他为什么不通过 因为这个东西都国防部跟教育部都同意了 我觉得立法委员可能是太考量到说一些 一些他们我不知道什么 所以我觉得可能要加强对立法院的说明 然后也加强对他们监督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并没有增加这些人的负担 这是一个合理的做法 可是这个没有通过 据我所知 这是因为我们应该讲说是 我们好像说马总统他的一个重要证件 这样子的东西被跳票 那么是国民党的立委所被一个 他的财政委员会所被挡住的 那就有人提出了说 那这可能考虑到这个年底的选举就有关系了 那我是不是把这敏感问题丢给市长 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因素 造成您在付税改的时候有一些这样的阻碍 我想所谓挑票应该还没挑票 因为事实上 昨天通过或者是下个会期通过 效果都一样 因为我们抱怨合定时事的日期 是一百年一月一号 所以我想下个会期 我的看法会通过 因为立法院立法委员也有共词 昨天在财委会没有通过 他们主要就说 国防部的配套跟教育部的配套不一致 国防部是说收了以后给他们加薪 是军人的薪水条增加 教育部是教职员 国中国小教育职员增加的税收 用来改善教学环境 不是挑心 他说这个不一致 所以他的论点在这里 那自己要恢复 是是 有共识了 所以我认为下个会期应该会过 我们听到了一些核心的重点 包括这个我们讲到 有没有挑票 这应该不算挑票 因为我们昨天开的是这一次会期的最后一次会议 因为牵扯到国防部 牵扯到教育部 那他们的意见不同 难免就产生了意见不合 那么就没有过 那我们的资料显示 好像最快在100年还是会实施 在101年就可能就要适用 有时候富改会在这个地方的确在推动 是不是有办法在他们这个任期一年半内把它推行 那但是最少给出生意让它后续有利 我觉得有它重要 我觉得那您今天这个说法怎样 我觉得关于军工教免税这个部分没有被取消 我们是觉得很失望 第一点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观察这十年来 军人有没有加薪 在五年前其实就已经加过一次 号称就是为了要恢复科税的问题 那个时候就已经加薪过了 我们国中小 因为军教教只有国中小是免税 国中小的班级人数有没有降低 有吗 所以相对的其实他们老师的工作量是减轻 那相关的配套都已经给了 军人也加薪了 然后学校的相关的配套也处理了 但是为什么还是不会过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要去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财政部现在要 送院是100年1月1号实施 但是像例来讲像促产条例 它去年年底结束 今年要有一个产创条例 要延续四项租税优惠 它为什么 现在还没通过 那为什么之后通过 它可以回溯到今年的1月1号实施 为什么这个军教免税就不能在下个会期通过 回溯到99年1月1号实施 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比较不解的地方 实施有那么困难吗 因为它所得是在100年才报 那我这样的议题 我不知道这个黄教授你有办法回答这样问题吗 为什么有的可追溯有的不可以 可不可追溯 这还是看立法委员 所以我觉得立法委员 比如说刚才市长讲了说 他们对教育部跟国防部的配套说 他们认为不一样 其实我们看起来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是立法委员自己 可能要做点功课 因为文副改会里面有咨询委员 都是财政委员会的委员 后来只有剩下一两个来参加 我是觉得他们当初不来参加 而且那是文副改会第一个 第一个达成共识的 就是要恢复课税的一个案子 所以我觉得立法委员 所以另外有可能有选举的考量 这是外面的声音 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 那市长您觉得难道没有这样的影子吗 还有刚才那两个问题 我谈立法的问题 立法的时候为什么有些追寿也不追寿 一般来讲法律的适用原则 就是不溯寄网 所以这正常的都不溯寄网 溯寄网的立法都是特例 都极少数 对纳税的有利的 所以一般来讲 有利的是溯寄网 不利的是没有溯寄网 那另外像这个军教免税 如果要溯寄网 就马上牵涉到扣缴的问题 像一发薪水就要扣缴 那他还没扣缴 那他追寿的话 扣缴义务人就有责任了 那另外一个出产条例呢 出产条例那就是纳税人有利的 就是说他心内保护的问题 所以刚刚一般立法的原则是这样的 不过出产条例我还是要打个招 因为现在出产条例 去年底落日嘛 就跑出一个叫做产业创新价值条例 又换一个名字 但是我们很担心的就是说 那边减税 因为说要取消 所以已经减税的就先行了 那产创这条例又开始 听说又加了一堆材料进去 又是减税 这部分是我们复改会 我财政部没办法控制 我是觉得行政院 这边可能要加强监控 否则的话财政很困难的情况下 租税负担没有那么低 配套说减税都已经做了 那你这边又减免又继续 不断的让它扩大 我觉得行政院可能要踩刹车 立法院这边要把握 OK 所以刚刚讲到法 包括立法院 刚才次长很清楚讲这个 点出了所谓的立法精神 既往不救是属于不利者 那否则有利的有特别条例 有可能 我想这个应该很清楚的 也回答 我这也是一个认知 回答了我们孙先生的一些 一律才对 我是这样认为 那么当然我们在2010年 这个新来年的到来 我想我们时间不多 我们能不能用很简单的呢 对各位的这个对税 或者我们将来 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或者期许呢 我们市长您觉得 我们怎么走 我想经济已经复苏在望了 所以我们会把配套做好 包括能源税的立法 包括反避税 公平面的反避税 相关的一些配套我们做好 等到经济复苏的契机一起来 我们就会立刻推动 是谢谢 我想我们对效率面已经做了交代 我们出税负担力又很低 我想将来的重点还是加强公平面的改革 那是复税改革里面 就是说因为现在时机不移的部分 一旦经济复苏 我们大家就要好好去看一看 到底有没有去推动 把我们这个所得分配的改善 这边做一些表现 谢谢华教授 孙先生 我觉得复改会这一次 不仅没有办法解决 台湾租税不公的问题 那甚至在现实的立法院的环境 更加大了税制不公的问题 那我们对国家财政 其实是非常的忧心 那希望国人共同来面对这个问题 好谢谢 我谢谢三位这个专家学者 尤其我们市场也在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用这个正反两面来讲 2010年刚到来 那么复改会从2008年6月30号 到去年年底结束他们的使命 民间给一些期许 我相信他们也非常用心的 做了非常多事 只是做到了效益 创造国家经济变好 但是公平性有没有完全的达到呢 民间的监督 那么让这个执政者呢 更有心 更用心之外 有心之外 更用心 有能力的把它更做好 我相信我们的台湾的 未来前景是光明的 那谢谢各位观众的欣赏 谢谢 也谢谢各位专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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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